说到肠道问题,在日常生活中,是个比较普遍的健康问题,现在很多人说的十人九字,这个痔疮就是肠道问题的一个表现。 除了痔疮之外,一些肠道疾病的,都是肠道健康出了问题,比如肠炎,肠道质量等等,严重的情况,还有炎性肠病急值节肠癌。 所以,今天就要给大家介绍的,就是怎么保护自己的肠道健康。 一,让肠道近一些,肠道和比胃相互配合,才能完成消化的全过程。 对于身体各颗脏器来说,最好的养生状态,是给这些脏器适当的休止期,养他们可以近一些,这就是养生最为重要的。 对于肠道的健康,也是这样的,烧吃,夜间尽量不加餐,早晨一定要吃早饭,尽量不要进食或于刺激的食物。 这些是肠道养生的第一步,二让肠道通一通,第二点就是吃进去的东西应该及时的排出来,这样就不会有素变。 那么怎么能够保证肠道的通畅呢?那就是多吃,含有善食纤维的食物,比如有菜,芹菜,笋,这些含有丰富善食纤维的食物,可以将大肠内壁清理干净。 善食纤维对身体带来的改善,要比很多保健品要好得多。 三,让肠道清淡点。 在生活中,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朋友,喜欢吃高脂肪的食物,尤其是凡是脂肪酸的受入,脂肪作为油脂的一种,会附着于肠道内壁,使得肠道内壁的污污,不能及时被清理。 肠道卫生就很难保障,肠道污污清除不彻底在人的皮肤上,就会有相应的表现,可以看见面部暗黄无光泽,也会出现色斑。 这都是由于肠道外伤不彻底导致的。 四,让肠道湿热点。 喝水能够对肠道内壁能有一定的清洗作用,也会有一定的排毒作用。 但是水喝了也不要太多,一天限定量去喝也是不科学的,可以口渴的时候喝,也可以是在没有感觉到口渴的时候,就是当的补充。 五,让肠道轻松点。 在吃饭的时候,大家应该做到细脚蔓延,因为细脚蔓延能够减轻肠道的很多负担。 大块的食物进入胃肠之后,增加了肠胃的消化负担。 肠道也是容易出问题的。 守护肠道健康在于平时每时每刻的关注,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,都是需要肠道进行代谢的。 所以好好吃饭,认知吃烤饭,才是保持肠道健康的关键所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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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感谢观看